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纸箱的就很可疑 所以我们就志工就跑去 因为那个纸箱还会动 就把那个纸箱两个打开一看 哇靠 里面全部都是小狗 所以那个时候就赶快打电话给我 我们就赶快开车去 就那两窝小狗 就带回来总共有17只 17只小狗 而且那个时候10月份 那个太阳很大 我们带回来的时候 这17只小狗都中暑了 然后每一个都嘴巴都开得很大 所以那时候带回来的时候 而且还有他们是两窝 我们判断因为大小不一样 有一窝比较小的 比比是属于那一窝比较小的 然后所以我们就通通把它整理好 就带来三重 然后比比一直带在我们三重分会 长到五个半月 快六个月的时候 那一天刚好我们有在那个 曾山艺术馆那边办送养会 刚好黄仙他们一家人经过 然后那时候我们已经收摊了 已经收摊 就一眼就对上那个比比 就前后花不到十分钟 就完成认养的程序 那你知道当天我们所有工作里面 大家都几乎要去买鞭炮来放 为什么 因为比比这孩子在我们这边 从小就很活泼 他是过动儿 然后很会吃 他又很会跳 然后很会蹦蹦跳 就那种过动儿 因为在米克斯来讲 越大只要送养出去的几率越低 所以我很感谢黄仙他们一家人 认养我们家比比 因为他已经几乎成全了 而且又是女生 然后他又虎般的 那还好黄仙他本身就喜欢米克斯 对所以比比那天送出去 我们大家都是现场 大家就是拍手欢呼 终于送出去了这样 最主要是因为小时候家里 都一直有养狗的习惯 那就是大后来长大后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家里是属于比较平房 是说养狗真的很方便 就有一个大运可以让它自由走动 那后来因为就房子改建了 然后大楼就比较不方便 又加上狗狗也十几年也往生了 然后就有一阵子真的不敢再养 然后一直知道最近 一直还是有在网路上看狗狗的影片 那加上朋友也有在养狗狗啦 那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遇到就养 刚好那一天刚好经过看到 我看到这一只的时候 一开始就看上它 因为它在笼子就蛮这样会跳 蛮活泼的 我也比较喜欢活泼的狗啦 因为带出去这样活泼乱掉 感觉比较有活力 坐下坐下 宝贝坐下 坐下坐 坐好 握打握打握打握好 好 超爱吃的 只要给它饼干后 叫它做什么动作它都做 像它在家里就蛮喜欢 这个是我坐的位置 它真的超喜欢 只要我不在家 我有时候早上上班都会这样 门头都关剩一个缝 然后它就会很贼这样 没人了 就自己跑去哪里 就坐在我的位置上面 霸占你 对 霸占位置 那就是他看到你坐在位置 对 它会这样 就是头低低的 然后赶快走下来这样子 它好像怕被你打的感觉 这样赶快头低的走下 那如果你不凶它的话 它就会过来跟你咬咬一巴 如果你凶它的话 它就赶快跑回笼子寂寞 对 阿米克斯的狗真的很聪明 我是觉得真的很聪明 像这一只 那时候我从前任养回去 我好像只交了一个礼拜而已 它基本上就不会在家里大小便了 它会去外 像我们家有这个阳台 它就自己会去阳台外面大小便 真的很聪明 其实狗狗这种东西 因为现在流浪狗也真的太多了 真的我觉得还是要用 认养的方式会比购买 因为毕竟购买 购买 对我来讲 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一只狗 也不一定要购买 狗那么多 对不对 你只要挑上你自己喜欢的 认养一只 其实我觉得也很快乐 对不对 就少了一只流浪狗 对对对对 多了一只 对啊 而且狗狗对我们来讲我觉得 对我们来讲也没有负担到什么啦 对不对 可是他在家里帮我们照顾家里干嘛 看家觉得已经是值得了啦 至于我们协会的认养方式 我们跟一般团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在送养 我们必须要让认养人知道 你必须要认同结渣 不结渣我也不送养 那你当你认同结渣的时候 我们会对毛小孩做一个保障 就是我们会预收结渣保证金 一千五到三千块不等 因为要看他帮他做什么样的一个医疗 那这个一千五百块呢 就是保证我们的毛小孩 你认养回去之后 你必须要养到六个月到八个月 长大之后 他完全成长了 再做结渣植入津片 我们保证金就退还 我们协会送养猫狗是免费的 只是说我要做一个门槛 因为池长看到那新闻报导 就是假认养争虐待 因为不用钱 所以就有一些人 就是到处去乱认养狗啊 但是我们的做法是 你跟我认养狗 我们开始就是会追踪 我们会追踪 我们都会 甚至我们会请志工到家里去做家访 我们要看到你家里的环境 那现在刚才是有科技发达嘛 那我们都用LINE再做联系 就会请任养人传照片传影片 给我们协会去做追踪看 我们看毛小孩飞飞胖胖开开心心 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世主 有没有用心在对待这种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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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知道最后是有个小孩